好,我们为这个图层添加描边样式,单击这里的描边,我们可以为它描上一层颜色的边,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改变描边颜色,比如说使用一个蓝色,点好,确定,那么我们就为它描上了蓝色的边,这里的大小是指边缘的粗细,我们如果将它调大的话,那么描出来的边是很粗的,那么这个大小值呢,最小的值为一个像素。 这里的位置呢,则是指描边,是描在像素的外边,还是内边缘,或者是沿着像素的边缘,中心为准进行描边,我们可以将它描在外部,也可以描在内部,也可以以中心为准进行描边。 这里的不透明度,则控制了颜色的不透明度,我们可以改变描边的不透明度。 这里的填充类型可以是颜色,也就是现在我们定义的颜色,也可以是渐变,那么这个渐变选项和刚才我们所讲的渐变叠加是一样的,比如说我们可以使用一个这样的渐变进行描边。 当然也可以使用图案进行描边,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已经存在的图案,将它描边。 这样可以得到不同的描边效果。